乾隆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 他一生中不停的那些天妃 一生中光有名分的妃子们就有六十多个 在乾隆六十多岁的时候 他依旧召集秀女进宫参选 还都是一些十三到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 那么在乾隆死后 这些妃子们也不过才二十多岁 乾隆的儿子嘉庆帝会直接紫成副业 把他们据为己有 还是会把他们送出宫外 大家好 欢迎订阅爱事说 1798年 八十八岁的乾隆那十三岁的秀女妇察氏 充施后宫 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位妃嫔 这位妇察氏封号是晋妃 是妇察皇后的侄孙女 入宫时间晚 年龄又是最小的一个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进到妾妃之责 而乾隆一大把年纪还要那妃的原因 也不只是缺人服侍 他这一举动更多的是巩固与权臣之间的联系 是彰显强大皇权的一种表现 乾隆16岁大婚 迎娶嫡妇进之后 又陆续那里接近50位妾妃 其中有一些是在藩底17曲呢 更多的是一些即位以后才收入后宫的 由于乾隆长寿 活到89岁 因此在他驾崩的时候 他后宫中的51位嫔妃已有42人相继去世 乾隆驾崩后 嘉庆得以亲政 他第一时间接管了所有的朝廷权力 先是把和珅赐死 接着又平息了白连教的义军启事 但相比起这些政事 后宫内的诸多杂物 更让这个新登基的皇帝头疼 乾隆长寿活到83岁 他的很多嫔妃都没他活的时间长 乾隆离世时 他后宫里建在的妃嫔只有九人 分别是尹贵妃 婉妃 纯妃 芳妃 禁妃 饿贵人 白贵人和寿贵人 由于这些妃子都没有子嗣 按照规矩 不能出宫随子居住 只能等待新皇帝的安置 根据大清规矩 当朝后妃都居住在位于紫禁城核心的乾清宫 昆宁宫左右的东西宫殿 按照不同的位分 他们享受的居住待遇也不同 但只要当朝皇帝离世 不管后妃们曾经享受怎样的待遇 都不能再居住在东西六宫 要为新皇帝的嫔妃藤位置 乾隆离世 他的姨妃们自然得搬离东西六宫 得嘉庆非嫔藤地方 按照康熙皇帝留下的遗讯 除了年纪较轻者 允许有皇宰的太妃出宫 跟随子嗣到王府居住 但是真正出宫的太妃并不多 到乾隆继位之后 又以孝奉太嫔妃为由 停止了这种方式 到了嘉庆这一招 更是没有接太妃出宫的说法 不过一下子要安顿好酒位 太嫔太妃们的去留 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既要考虑到节省宫里的人力物力 又要不辱没皇家颜面 嘉庆帝能做的选择其实也不多 给他们建造新的宫殿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但如果只是简单参考历史上 各朝代对前朝妃嫔的对待方式 似乎又太不尽人情 先皇去世 如果是地位比较高 娘家背景强大 并且膝下有子嗣帮扶的后妃 自然更省心些 他们通常会继续留在宫里 在原本的尊号上加一个太字 比如皇贵妃变成皇贵太妃 贵妃变成贵太妃一类 有固定的养老住所 向清王朝就有乾隆皇帝为生母重庆皇太后建造的宜阳起居之所寿康宫 重庆皇太后去世以后 寿康宫闲置下来 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太后以及太妃们的养老之地 虽然说寿康宫俗称寡妇院 住在这里的太后太妃 每日出了静香礼佛 没有什么去世打发时光 但他们的结局已经是相对最圆满的了 如果是身份地位的嫔妃 皇帝去世后 他们很有可能会直接面临殉葬 这种陪葬制度源自古人的认知 由于当时科技匮乏 古人普遍相信人死后的世界与生前一样 因此有钱有权的男人们在死后依然希望过着友人伺候 服侍静养的生活 于是陪葬制度便形成了 这一制度不仅会将墓主生前喜欢的金银铜器等物品一同埋葬 还会将兵马奴隶以及他生前的女人一同埋入 这种解决方法在历史上并不稀有 活葬制度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 春秋时期王公贵族中的男人们去世 他们的妻女也是必须陪葬 再有朱元璋在自己驾崩前挑选了自己后宫中的几十位妃嫔 把他们都给杀害了 让他们给自己陪葬 清朝努尔哈赤去世后 皇太极为了夺取皇帝的位置 更是强行逼着努尔哈赤的妻子殉葬 更别说那些身份地位 被视为皇权附庸者的低位嫔妃了 除了殉葬 第二种残酷的方式就是守灵 先皇去世后诸多姨妃无处安置 为了彰显先皇与嫔妃间的情分 并彰显皇权的威恶好大 有的朝代就会安排姨妃们去守灵 继续服侍先皇 委屈使皇帝准备一日三次的膳食祭品 还要在特定的祭祀时间做大量杂乱工作 外人看来这自然是帝妃之间的深情厚义 但很多年纪上又的嫔妃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只能在冰冷荒芜的地灵中默默耗费着自己的青春 日复一日红颜老 一些尚处于花季年龄的语录之恩不及者们 只能靠曾经微薄的回忆打发余生 一辈子登进尤枯 第三种办法常见的处置办法 就是强行使妃嫔嫩就是出家 古代有很多皇帝去世以后 把嫔妃送到寺庙里的例子 一方面是给皇帝祈福 歌功颂德 另一方面也能确保他们能修养新兴 为皇帝守节 我们最熟知的进寺庙的妃子就是五妹娘 当时唐太宗驾崩 妹娘削发为拟 进入了寺庙为唐太宗诵经 但五妹娘在寺庙里没待多久 后来就被唐太宗的儿子李治接了回去 成了新朝皇帝的新宠 这也算是后妃们的另一种安置方式 像历史上的萧皇后 她也是因为一直遇到种种变故 从隋阳帝的皇后一路嫁到李世民 中间经历了四个皇帝 虽然说夫妻子继有为伦理 但毕竟皇权不收约束 如果新皇真的对前朝的嫔妃有意 只要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迎娶庶母为妃的情况也不算出格 不过嘉庆的做法算是相当人意 她并没有真的把这些庶母赶去守陵或是佛寺 更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韦 那其为新朝嫔妃 而是好食好喝宽带着他们 这九位嫔妃中 如果有孩子并且地位较高 会被安排在正宫受康宫 其余没有孩子且地位较低的 则住在偏殿中 嘉庆安排好了他们的各项生活需求 为这些前皇帝姨妃们逐一加封 成为太妃太嫔们之后 这些女子的生活就变得单调而孤独 他们一生不能再和其他男子亲近 能接触到的人和是只有自己宫里的一亩三分地 除了常伴清灯古佛做祈福 他们也就只能做些绣花钓鱼一类的闲事来打发时光 日复一日 等待自己的青春时光枯萎在红墙大院里 这当然比沦为殉葬品要好一些 但是对于妃子来说 他们是没有自由的 作为政治制度的牺牲品 他们的一生都只是黄泉下最渺小的一部分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刚满十五岁时就被追封为太子辈的 乾隆最小的嫔妃 锦妃 当时他入宫时正是斗口年华 而年满八十岁的乾隆都可以做他太爷爷了 可放在古代主角还是帝王 便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他入宫后只过了两年 乾隆就驾崩离世 这位放到现代不过刚上初中的女孩 要为这个风流一生的老皇帝 手上一辈子的活寡 在乾隆死后 这位年纪最小的晋妃 便被嘉庆一直安置在寿康宫 生活待遇一直都很好 他的一生度过了乾隆 嘉庆 导光三朝 见证了朝堂更迭 岁月变迁 每次更换年号时 他都会被加封一次 一直到了道光年间 他被皇帝册封为了皇祖晋妃 道光二年 傅查氏去世 年仅四十岁 对于嘉庆来说 他也确实尽足了孝道 这位谨守孝道的人异帝君 对他们不是赏赐 就是加封 处处给予他们优待 可惜在尊崇的身份 与优渥的生活 也弥补不了内心情感的空虚 晚贵妃陈氏在嘉庆十二年 始于守康宫 享年九十二岁 芳妃陈氏在嘉庆六年病逝 享年五十二岁 公平林氏在嘉庆十年去世 享年七十三岁 恶贵人西林觉罗氏在嘉庆十三年去世 享年七十六岁 白贵人百氏在嘉庆八年去世 享年七十三岁 受贵人在嘉庆十四年去世 年仅二十七岁 身为先帝的女人 他们注定只能在深宫内院里 钟了一生 整日和冷宫残灯相伴 直到钟老后 被葬在玉陵的非元寝 成了漫漫史书上 微不足道的一点墨迹 为了给这些妃嫔们 找到一个合适的安置方法 嘉庆帝和自己的皇后 也商量了很久 想了好多种解决方案 最后还落得了一个孝子的美名 参考历代皇帝去世后 他们的妃嫔是如何处理的 第一种解决方案 就是殉葬 殉葬也就是陪葬 这种解决方法 在历史上也挺常见的 譬如努尔哈赤的妻子 在努尔哈赤去世后 皇太极为了夺取皇帝的位置 他强行逼着努尔哈赤的妻子殉葬 再有朱元璋 在朱元璋驾崩前 他挑选了自己后宫中的几十位妃嫔 把他们都给催眠了 然后给杀害了 让他们给自己陪葬 再有第二种方法 就是守灵 在先皇去世以后 因为先皇一妃众多 为了妥善处理他们 有的朝代会安排嫔妃们去守灵 和先皇待在一起 表面上也能展现先皇和妃子的抗力情深 外人是这么想的 但这些妃子们有没有这样想 就不知道了 在刘邦去世以后 在刘邦去世以后 皇后吕至心思歹毒 她就把刘邦留下的大批嫔妃 送到墓地给刘邦守灵 第三种办法就是出家 古代有很多皇帝去世以后 把嫔妃送到寺庙里 一方面是给皇帝祈福 另一方面也能修养新兴 我们所熟知的进寺庙的妃子 就是五妹娘 五妹娘在唐太宗死后 学法维尼 进入了寺庙为唐太宗诵经 但五妹娘在寺庙里没待多久 后来就因为怀孕 被唐太宗的儿子李治接了回去 第四种方法就是据为己有 把先皇的妃子据为己有 在古代也是被允许的 毕竟皇帝说了算 只要皇帝愿意 别人也管不着 像历史上的萧皇后 他就因为一直遇到种种变故 从隋阳帝的皇后 一直嫁到李世民 中间经历了四个皇帝 这些方法是在历史上比较常见的 但因为嘉庆帝年间社会安定 而且嘉庆帝也算是一个会办事的皇帝 殉葬太过残忍 已经不再使用了 而守灵和出家也都太过凄惨 像一些年轻的妃嫔 不过二十多岁 就要在陵墓旁或者寺庙里 孤零零的度过余生 如果据为己有 嘉庆帝也觉得略有不妥 后来思量许久 他终于想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 他也去询问了这些妃嫔们的意见 他们大多都表示了同意 首先 按照后宫里的规定 如果妃嫔们有自己的子女的话 他们可以在先帝驾崩后 出宫去找自己的子女 在乾隆皇帝留下的这些嫔妃里 大部分妃子都是有孩子的 他们也表示很愿意出宫找自己的孩子 和儿孙们在一起一养天年 于是嘉庆就把这一批嫔妃们送出宫去 还允许他们把之前皇帝赏赐给他们的一些奇珍异宝带走 还给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大笔盘着 以此让他们在宫外也能安身 这一大笔钱 在现代来看 就相等于退休金了吧 安顿好这一批嫔妃 乾隆皇帝的姨妃们还剩下九位 这九位中就包括那个十三岁的嫔妃 对于这个十三岁的嫔妃 嘉庆皇帝有点头疼 因为这个嫔妃没有子嗣 并且年纪较小 如果把她留在宫中 很有可能会引来流言蜚语 但要把送出宫外 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安置 有不少大臣建议嘉庆帝 可以把她送去守陵或者出家 但嘉庆帝看着这个嫔妃 属是有些愚心不忍 后来还有人建议她 把这个嫔妃送回家中 但嘉庆帝也觉得不太妥当 毕竟这个嫔妃已经嫁给过乾隆皇帝了 她现在回家也不能再嫁与他人 而且万一她回家和别的人发生了什么关系 也会损害皇家颜面的 最后还是皇后给嘉庆帝想了个法子 她提议可以把这个妃子留在宫中 但交与皇后照顾 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嘉庆帝采纳了皇后的建议 她把其他八位自愿留在宫中的嫔妃们 也这么给安排了 他们受到的待遇一律不变 住的地方也不变 只是把他们安排在了皇后的名义下面 并且嘉庆帝还把他们的位分都给提高了 每个月也会多发给他们一些银子 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 嘉庆帝为了避免和这些嫔妃们的闲言碎语 他很少和这些嫔妃们接触 一般有什么事情都会让皇后代为转告 嘉庆帝的皇后也是很知书达理 她每个月都会在后宫中举行聚会 让这些嫔妃们都来参加 然后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需求 如果是皇后自己就可以决定的 皇后一般都会直接满足他们 如果是比较大的问题 皇后也会在调查清楚后 再去请示嘉庆帝 也为嘉庆帝和皇后对这些嫔妃们的妥善处理 他们两个也赢得了大臣们的一致好评 有不少老臣们都夸赞 嘉庆帝是一个孝子 好了 本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嘉庆帝对父亲姨妃们的处理方式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